据说闺蜜之间都会约定 要在婚礼上当对方的伴娘 小美跟泡妹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会因为这个约定打起来 泡妹是个性格十分强势的女人 她跟闺蜜小美早在20年前就约定 都要在当地最出名的婚礼酒店出嫁 而且还要给对方做唯一的伴娘 小美性格善良 从不语言计较 因此在工作上常被人使唤 而闺蜜泡妹却截然相反 性格强势 能说会变得她 不仅在事业上赚到很多马内 还遇到了跟她性格互补的白马王子 就是这样的两个女孩 从小形影不离 她们同一天毕业 同一天找到工作 甚至同一天脱单 但两人其实早已在心里暗中较量 盼着自己比对方早一步踏入婚姻的殿堂 这天 泡妹邀请小美来家做客 想挑选一些自己穿不下的衣服 送给对方时 却掉下来个小手势盒 两人都兴奋不已 这处不及防的官宣让小美十分羡慕 不仅是因为暗中较量 她也早期盼着自己的出嫁的日子 但回到家的她 也懂事的没有向男友提结婚的要求 两人像平常一样准备开心运饼干 这平淡却又充满惊喜的求婚 还不爱你的臭膀学习起来吗 小美第一时间就好消息分享给了闺蜜 这直接酸了还没被正式求婚的胖妹 她哪受过这种委屈 直接杀到了男友公司 说出自己发现了小手适合的事 质问男友何时才准备求婚 耐不住胖妹的软磨硬袍 男友宠溺地拿出了戒指 就这样 两姐妹又几乎同时订婚 接下来便是策划婚礼细节了 两人都期待着给对方做伴娘 陪对方出嫁的日子 可他们不知道 这一切竟让两人变得反目成仇 两个认识了二十几年的闺蜜 都不惜毁掉一个家庭 大肆破坏对方婚礼 就在不久前 两人正一起预定最出名的结婚酒店 却被告知目前酒店仅剩一天空档期 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人做出牺牲 胖妹不断地暗示着小美 说自己从六岁开始就期待着这一天了 可小美又何尝不是 她家庭条件一般 为了这个婚礼酒店 她从十二岁开始就一直在攒钱了 两人都不肯做出让步 男友建议可以筹备一个双人婚礼 却被一口否决 小美认为从小到大的所有事 都在跟胖妹分享 让着对方 可这次无论如何都不愿退博 恰在此时 胖妹正挑着结婚邀请帖 这等于默认了小美会让空档期给自己 小美得知对方的擅作主张后十分气愤 当即群发邮件 通知所有人自己的结婚消息 几天后的一场姐妹聚会中 两人都怒斥着对方的不可理喻 属于两个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了 胖妹每天都收到匿名寄来的巧克力 抵不住诱惑的她不停地吃 直到胖的穿不上自己的婚纱了 才发现事情的不对 这件事让胖妹很生气 她趁着小美不注意 偷偷将她的护肤品换成了颜料 不知情的小美一阵喷涂 导致全身变成了橙色无法洗褪 作为反击 小美把对方的染发剂偷换了 直接给胖妹来了一头蓝发 这让从来追求完美的她崩溃至极 甚至工作会议上也情绪失控 被老板强制要求休息一段时间 连续的心理跟身体受伤 让胖妹很是绝望 她想奖励自己一场婚前单身派对 以此来缓解情绪 却没想到这让叱咤夜场的她出境阳相 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刺激的夜点 订婚了的新娘被邀请上台 和气氛组的保安大哥来了段贴身热物 这还没完 闺蜜更是想上台一较高低 这狂野性感的舞姿 直接抢了夜场女王的风头 原来两人因为结婚酒店的事互不让步 仍在暗中争斗 回到家的胖妹忍不住流了泪 曾经那么要好的两人为何要反目成仇 男友则在一旁耐心开导 试图劝她放下这一切 而另一边的小美男友 则呵斥着小美最近神经不正常 和自己曾经认识的善良女孩 判若两人 小美苦笑着说 她认为男友最近不仅没关心她 还要这样呵斥自己 这让她第一次怀疑 两人是否真的适合结婚 第二天 小美在路上遇到了胖妹的哥哥 她从小也跟两人一起长大 这一次两人因婚礼的事闹得不可开交 哥哥却一点不担心 因为她了解小美的善良 也深知她在胖妹心中的重要性 两人终会和好的 虽然一直到婚礼前 两人都没开口和解 可内心却都早已牵挂着对方 婚礼这天 两人各占一半场地举办婚礼 小美弟父亲也在婚礼开始前来看了胖妹 看着老一辈人的真心祝福 胖妹内心百感交集 她终于意识到 这么多年里 身边真心带自己的只有小美 这也让她猛然想起 她在对方的婚礼影像做了手脚 赶忙想让助理去撤换回来 可助理却以为这仍是胖妹的恶作剧 出门便将她丢在一边 随着音乐声的响起 两位待嫁新娘走出房间 在走廊上相遇 似有千言万语 却化作相似一笑 不舍地进入了各自的婚礼殿堂 可小美这边正进行到一半时 她在夜店热舞的视频被播放了出来 男友觉得丢人至极 而她也在无法忍受 愤怒地冲向胖妹的婚礼 两人一顿撕扯后也安静了下来 小美弟男友十分气愤 骂她简直疯了 就这样毁了一个婚礼 小美这次并不激动 她认为两人本就不合适 默默摘下了婚戒 跟对方告了别 胖妹冲上前来想为此道歉 认为是自己毁掉了他们的婚礼 可小美却说 如果对方真是那个正确的人 那婚礼就不会被毁掉 就这样 两人和郝如初 也完成了约定 小美做了胖妹的伴娘 陪着她出嫁 故事的最后 小美也跟胖妹的哥哥在一起了 真是我拿你当闺蜜 你却想做我嫂子啊 学废了的你 赶紧再评论区 爱特出你的假闺蜜